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这几天我们分享到说 萨姆尔 萨姆尔的一生有非常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但是我还是要说 圣经真好 圣经从来不美化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他值得我们学的地方 但是也都有一些 他的失败是值得我们成为见见的 萨姆尔声明里面有一个 很值得我们提醒的地方就是 他明明知道 他非常清楚地看到 在他之前有一个 他所跟随的人 就是以利 以利这个人也有很多 在他的专业上面 他至少带出了一个萨姆尔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徒弟 但是他会教徒弟 却不会教自己的儿子 他明明看见 以利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他的儿子糟糕得一塌糊涂 他明明知道 他明明清清楚楚地看见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挑别人的毛病都比较容易 要看别人的毛病 我看我的哥哥 看我的叔叔 看我的长官 看我的爸爸 看我的妈妈 看我的邻居 看别人 甚至看老师 看牧师 挑别人的毛病 不难了 要看到别人的问题 其实真的不难 但是看到别人的问题之后 我怎么样可以不在同一个问题上 也摔跤 那就不那么容易 撒末尔就是这样 他明明看见 他的师父以利 在这样的事上摔一大跤 以至于后来的结果 是非常不好的 非常糟糕的 他都看在眼里 但是等到他自己做爸爸的时候 等到他做师父的时候 他还是很会带 他高丽了扫罗 他高丽了大卫 在工作上 他会带出一些很棒的人来 但是他的儿子一样糟糕 明明知道 我真的觉得生命当中 有几个字是很悲哀 就是明明知道 如果不知道 我误犯了 如果不知道 早知道我就不要这样做了 可是明明知道是什么 明明知道不是什么早知道 明明知道是 我根本早就知道 但是我还是在同一个地方 摔同样的一跤 这真的是很悲哀 以至于你看 他看着他的师父的儿子 那么悲惨的结局 而到后来 他也看着他自己的儿子 被别人弃绝 这是多做一个父亲的人 我自己是做父亲的人 我真的能够体会 我想如果你是做爸爸妈妈的 你一定能够体会 撒摩尔那种难过 我带出这么多好的人来 为什么我就带不出我的儿子呢 我怎么教不好我的儿子呢 那就是一个事实 是他真真实实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在他的生命当中 是非常清楚的 他通通都知道 可是就是做不到 从知道到做到 真的是一条很长的路 非常多的事情 他是真实的知道的 但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需要神 如果每一件 每一件事情 只要我知道 我就可以做到 那么人真的不太需要神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知识 我们需要的是网路 网路可以让你知道 非常多的事情 很多的资讯 但是非常多的资讯 告诉我们说 你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但是人越活越承认 好多的事情 是我明明知道 就是做不到的 因此成为一个父亲 成为一个母亲 我们可能也看过 我爸妈以前他们做爸妈 我就是觉得他们很糟糕 我的叔叔很糟糕 我哥哥姐姐很糟糕 我的邻居 我的朋友 甚至我们的牧师 你看他台上讲道 讲得不错 但是他自己儿子那么糟糕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别人的问题 但是在别人的问题上 我也会觉得 将来如果有一天 我做爸爸 我绝不这样 将来如果有一天 我做妈妈 我绝不这样 但是真的做了爸爸 真的做了妈妈 真的就可以不这样 我还是说 圣经的真理最棒的地方就是 他不只告诉我 应该怎么样 他给我力量 让我去做到那些 我明明知道应该做 而靠我自己做不到的事 也去拒绝那些 我明明知道 我不应该这样 而无力拒绝的事情 谢谢主 我们不但有见解 而且我们有真理 有力量 可以真的学到功课 上帝祝福你 不重蹈别人失败的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